好接下来我们来看3.5的这个温度的测量 温度的测量当然我们今天呢是去到哪里都一直都会接触到的 就是测量我们的体温对吧 去到哪里的低一下 36.8其实是我们正常的温度来的 但是你会看到呢 为什么我们的标准呢会设在设在多少呢 现在我们的是放到37.5 其实蛮苛刻的 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6.8的话 你36.5就算是发烧 其实他是蛮严谨的 就稍微如果这个人去运动一下 其实可能就会超过了这个37.5了 我要讲什么呢 其实当然他还有另外一层考虑 因为大部分我们是测量额头的温度 而真正来讲我们讲的体温其实是测量 最比较标准的就是其实含在舌头里下面的 那个你会看到大部分的 护士呢都是叫你含在这个舌头下面那个才是真正的体温 如果你是额头可能会降 正常来讲会降比较低一点 所以为什么他们测量额头的温度 所以他把标准降低去37.5 真正来讲其实如果你真正测体温 应该是需要38才是真正发烧 然后呢是需要treatment的 其实37.5基本上就不用太理他的 自己可能就是轻微发烧吧 OK anyway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度的测量 我们讲到这么多 现在我们好像是expert on这个温度的测量 但是你会看到我们常常用的都是Celsius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先介绍一下温度是什么 简单来讲温度 你会看到我们都会有一些定义 什么是温度 温度就是在表达这个物体的冷热程度 表达物理的冷热程度 然后在实验室来讲呢 我们一般会用液体的温度计 那这个液体的温度计呢 我们会用水银柱或者酒精柱 然后呢利用这个液体的热胀冷缩 所以它热胀了之后呢 它就往上升 冷缩它就会往下降 所以利用了液体的热胀冷缩来表达我们的这个温度 OK 那它整个的结构来讲呢 会有下面会有一个玻璃泡 所以这个玻璃泡呢 就有大部分的这个水银 或者是那个 如果是用水银的话 在这边呢就会有水银 大部分的水银在这里 这一个就是测量温度的部分 如果温度升高整个就会往上挤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毒素 所以中间的我们叫做水银柱 那一般常用的 常用的 我为什么讲常用 我一直在 一直在再三提醒 这个是常用的 当然这个是马来 就是英字 英字的国家 我们都是用小些 在美国 他们比较喜欢用Farenheit 2F 那个是 美国比较喜欢用的 我们英国的 基本上都会比较喜欢用这个小些 OK 这个小些 其实也不是英国人 定出来是瑞典的科学家 摄尔修斯 他的名字叫摄尔修斯 然后呢 这个就是用他的这个姓 他们每次 第一个字就当做他的姓这样子 就叫摄尔修斯 像除了这个人以外 还有什么呢 他的名字太复杂 我们就放一个诗 像毕达格拉斯 这个科学 数学那边有一个叫毕达格拉斯 太长了 我们就叫他毕达 所以叫毕达定理 Anyway 大概是 华人的一个 懒惰的一个做法 看到名字太长 太难记 就放一个诗在后面 OK 所以他的Celsius 这一位的温度 他其实怎样定出来 他其实是用水的冰点 也就是所谓的凝固点 就是水结冰的这个温度 定成了零度 那水的沸点呢 他就定成了一百度 所以你不要说 为什么这个 这么美丽 零跟一百 因为他就是 用了水的冰点跟沸点 来作为标准 所以这么美丽在零跟一百 因为以他做标准 当然他是最美的 是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呢 他把这个零跟一百 中间就分成了一百个等分 一百个等分 所以一个分 一个 一个等分呢 就作为一度 然后呢 零以下呢 还可以再有多少 负多少度 有 往下 当然我们读的时候 可以读零下多少度 所以有些时候 温度很像 冬天的国家 他们会讲哦 这里的温度是零下 零下25度 我听过最 夸张的一个地方 是俄罗斯 他们有负 他们有规定 负60度的 就不用上课 就有点像我们这一边 马来西亚有定说 哦 那个 空气污染指数 去不到300度的时候呢 就会停课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标准 结果好像是在去年吧 去年的冬天 他们温度去到了 -59度 就是差了那么一度 结果还是照样上课 全部学生 就是差了那一度 就全部人 去学校 很辛苦 因为 那个 那个 -59度 其实是 很冷很冷的天气 雪 其实也是寄了很厚 但是他们已经定了 -60度 才不用上课 -59度 全部还是乖乖去上课 就也是被报导出来 OK 这个就是 Celsius的 一些规则 这样子 那 其实 真正 我们的国际单位 反而是定凯尔文 Kelvin 很多人就讲 为什么 这么奇怪 我们常用的 反而不是国际单位 就有很多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 你看质量 我们常用KG 所以他把KG 作为 作为这个 国际单位吗 秒 我们也是常用的吗 然后 还有什么呢 米也是常用的吗 那为什么温度 他们会特地用这个 很奇奇怪怪 不常用的 作为国际的这个 单位呢 当然这个其实 它有它的原理 因为在物理学上呢 我们的这个 物理量呢 其实有分两种 一种是 有方向的 一种是没有方向的 然后呢 没有方向的东西呢 他们 其实 有讲过了 就是说 没有方向的 理论上来讲呢 应该是 不会有负质的出现 所以像质量这样子呢 应该没有 负 负 5KG 这样子的东西吧 除了说 我欠你 5KG 的东西啦 不过呢 我们应该不会测到 哦 这个东西是 负 5KG 应该是没有 这样的情形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觉得说 应该是 标量来讲 应该是 不会有负质的出现 但是温度就 如果你用Celsius的话呢 就会有出现 negative的情形 所以过后呢 这个科学家呢 就研究 研究 研究了之后呢 他们发现到 哦 温度原来 是真的是有一个 最低点 而这个最低点呢 是在 negative 273度C 也就是说 在这个温度以下呢 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 negative 273度C呢 就被称为了 绝对零度 Absolute zero 所以这个变成了 这个凯事呢 就发现了 发现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 最低温的一个存在 所以他把整个东西呢 换成了这个绝对零度 作为零度 然后从零开始往上算 我就不会再需要 有negative的出现了 所以在这一个 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下呢 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 温度呢 作为标量啊 作为这个 没有方向的这个 物理量来讲 不需要用到negative 就变得合理很多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温度呢 不要用celseus 因为celseus有出现负责 很难搞 然后呢 这个 Kelvin呢 就不需要有负了 就合理很多 所以在国际单位呢 我们会用Kelvin 就是这个原因了 OK 所以如果我是以 负273度C 作为零的话 那冰点零度C 就会变成了 273Kelvin 费一点呢 又再加100 就会得到373 虽然你讲说 老师丑很多呢 但是他不需要有负啊 这个就是好处啊 不用有负啊 没有负的出现啊 OK 所以呢 就也 但是 他跟celseus呢 也 也 也 讲说呢 就是说他把他 的刻度的大小 作为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一个celseus的 那个刻度的大小 一个celseus呢 相等于一个Kelvin 你会看到呢 冰点到费点呢 他还是差了100Kelvin 看到吗 也是100个等分 所以呢 这个 很明显 这个 Kelvin呢 他用了这个 celseus的 这个刻度的大小 OK 所以他作为一个范本 就是说 我跟回你的 这个刻度的大小 你的一度的大小 这么大 我也 用这么大的大小 只是我 说我平移 把它移去 负273 作为0 这样子而已 全部的刻度的大小 还是一样的 所以整个的换算啊 怎么换算呢 如果我今天 有一个celseus的温度 我只要加273 我就会变成Kelvin 所以如果我今天 有一个Kelvin的 这个温度 我只要减273 我就会变成Celseus了 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Kelvin的温标 跟Celseus的温标 0度相等于Celseus的 负273度C 273度Kelvin相等于0度Celseus 373度Kelvin就会是等于100Celseus 现在问你了 我们马来西亚 那常常就是可能室温大概是27度Celseus 请问27度Celseus是多少Kelvin呢 啊你就用27加273就会得到300300Kelvin KRKRN300Kelvin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来换算了 加273 OK 那这个左边的这个呢 也敢让你感受一下了 好温度的大小 像这个100度Celseus 呃0度是这个冰点 那马来西亚的白天平均温度在31到33之间 呃人体的温度在37 呃其实是36.8 不过37也差不远 然后地球上的最高的气温 其实最最高的记录去到61 啊目前呃不懂是哪一个位置了去到61 我听说了我听说有一些国一些地区 哦如果他温度超过我们的体温的时候啊 你会需要盖背 你盖背反而更凉快 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去到好像是去哪里啊 去去沙漠的一个地区旅行 他就告诉我去到那里 那个人一直跟我讲 一直给我背哦 他讲你盖背啊比较凉快一点 就跟我们的想法完全颠倒有没有 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温暖 我们盖背嘛 太冷了我们要盖背 但是他们的气温是比我们的体温来的更高 所以变成了他要盖背呢 就是说让那个热气不可以进来 因为我们的体温反而更低 这个想法 这个太马来西亚我们 什么东西 这个不是no common sense 这个就是我们颠覆了我们这一边的一个想法 但是他们的想法其实是对的 因为外面的气温比这个我们的体温来的更高的时候 你必须要隔绝让这个外面的热空气没有办法接触到我们 所以这个是颠覆我们的常用的这个逻辑 但是他的逻辑是 是他的逻辑也是对的 没有办法想象 对不对 还有的就是白赤灯的温度去到两点亮的时候去到两百两千五百度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灯泡呢 其实他的灯是很热很热的 哇两千多度 所以爱迪生之所以一直在寻找 他在寻找什么呢 他其实在寻找废点 或者是熔点 比这个白赤灯点亮的时候呢 还来的更高的温度 就是说他不会说在你点亮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液化 所以他找了很久 他才找到这个五十这个材料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爱迪生呢 他他他其实 他的贡献呢 就是在找一个material 他的他的熔点呢 可以比这个两千五百度来的更高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什么呢 地球上最记录的最低的温度 刚才我讲那个负六十度就不用上课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记录呢 去到了负八十九点二度 Celsius 这个是地球上出现过的最低的温度 ok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的就是华氏 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人喜欢用的 然后美国人喜欢用这个 华氏Farenheit 然后飞轮海 有没有听过飞轮海 我不知道是 纯粹他们那个名字 就是用到这个Farenheit 而已 那Farenheit 当然它是温度的一个 单位之一 然后它的 它的标准很奇怪 我们来看一下 它水的冰点就是零度席 它是放成三十二度Farenheit 飞点呢 是两百一十二Farenheit 然后呢 中间呢 就分成了一百八十个等份 不是一百个等份 也就是说呢 这个Farenheit的这个刻度呢 会比这个Celsius来的小 它的刻度呢 就比较小 那我什么时 我印象中呢 Farenheit 如果你超过一百度 就大概是发烧 大概是层子的一个标准 然后呢 怎样换算呢 这个换算应该是不会考啦 因为这个换算 其实还蛮难算一下 对初中的学生来讲 但是按计算机 是蛮容易的啦 然后Farenheit 其实那个用途 其实也没有很广 只是说欧美国家 他们常用而已 所以我们才介绍一下 但是这个应该是 不太会考的 Celsius 如果你今天有Celsius的话 你除以5再乘以9 再加32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换算的一个模式 OK 所以讲完了这个Farenheit Kelvin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哪一些温度计 我们有用到的 所以这个是光测高温 高温计 跟这个有点相像 有点像就是一个 就是有点像一把枪 这样子 其实这两种呢 应该都是用 探测它的这个光 电磁波来测量它的温度 因为我们发现到任何有温度的东西 它都会发出电磁波 而这个电磁波 我只要去测量 它这个电磁波的强度 哪一个WaveLang强度是多少 它们就可以换算 经过计算 就算出它的这个温度是多少 非常厉害的一个 当然现在也是常用了 这个几乎每一个都会有 这个红外线温度计 来测量我们额头的温度 有一些是用双金属的这个温度计 一般是要插进去那个东西 像他们一般是看肉的中间的温度 就会把整只东西插进去 有一些是油的温度 插进去油里面 或者是那个牛排 非常讲究的话呢 它们可能需要测量牛排中间的温度 就可能就插进去 OK 所以这个呢 是用双金属片 双金属片怎样操作呢 迟点我 记得这个名字啊 双金属片 我们迟一点 然后讲到这个日脏冷缩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讲到这个双金属片 OK 记得啊 大家记得 不过这一边我们只是介绍罢了 介绍这几种温度计 一般也是不会太 不常烤啦 比较常烤的温度计 反而是我们的液体的 像实验室用的 那实验室用的这个温度计呢 就一般上是水银温度计啊 或者是酒精温度计 如果有颜色像这个这样子红色的话呢 一般就是酒精温度计 因为水银温度计哦 它是银白色的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哦 红红色的 这个应该是酒精温度计 那温度计的用途呢 你要小心的是 第一 你不能超过整个温度计的测量范围 如果你这个温度计是 只能去到60度的话 千万不要放进废水里面 你整个温度计会坏掉 甚至会 破裂 所以这个的要非常小心的 你要看清楚哦 这个凉的范围是去到多少的 如果你是到80度的 千万不要放进去废水里面 切记 OK测量的时候呢 也要记得你的这个玻璃泡啊 这个最下面底部的很多的 这个 很多酒精呢 或者是很多水银的这个部分呢 玻璃泡呢 不能碰到下面 不能碰到旁边 也不能太浅 最好放在这个一整个的液体的正中间 要让它充分的接触 也不要碰到那个baby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你读的时候呢 你的眼睛呢 要水平 去看这个读书 OK 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之前 都有提到的啦 像测量测量量桶的时候啦 什么是看尺的时候呢 反正你的视线都是要跟这个刻度呈垂直的状态 OK OK 所以这个活动呢 这个我不讲了 OK 特别要提的是体温剂 我们的温度呢 除了测量水 水的飞点 水的这个冰点 我们常常会用来测量体温的 对不对 当然除了那个红外线呢 一滴一下就搞点那种 那个就不需要担心太多 我们还有用水银温度计 水银的体温计 电子的体温计 红外线的体温计 红外线的 像这一种红外线的 是测量耳朵的温度的 这种是含在舌头下面的 这一种水银的也是含在舌头下面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体温剂 那当然我们不要介绍这种电子的啦 电子的太容易了 太容易看了 那我们就要介绍一下这种最传统 最原始的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就是学这种最传统的 因为最传统的哈 很特别 很特别 因为哦 你可以看到 它的范围会在42度 以下 然后呢 35度以上 就是特别的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只能拿来测量体温的 当然你也不要泡在热水里面 也会坏掉 人的温度应该是不会超过42度啦 超过42度 这个应该人 这个人已经是烧死了啦 所以我们的体温剂 就只能用在量体温 千万不要用在其他用途 当然它在结构上啊 这个体温剂的结构上呢 有一些些的差异 这个小档案的部分啊 非常重要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用在体温的体温剂 跟普通常用的液体温度剂 有什么差别 第一 这个体温剂的这个玻璃泡啊 就是下面的这个很多水银的这个部分啊 它会比较大 所以它的水银呢 也会比较多 为什么呢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这个反应啊 它的这个 这个身 热胀冷缩呢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它才可以量到 比较精准的一个 最小刻度 它的最小刻度会比较小 然后呢 测量的也比较精准 还有它的内径啊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玻璃柱的那个 直径呢 也会比较小 也会比较细 也是为了要让它可以达到 更小的这个准确度 OK 还有这个很特别啊 它会有一个缩口 就是说 它这会有一个U shape的这个形状 这个缩口啊 弯曲的缩口什么用 就是说你测量啊 就是这个人寒着 寒了之后呢 你可以拿出来看 它不会掉下去 如果是普通的温度计啊 你放在液体里面 你去测量那个液体的温度的时候 你的头要去对准它 OK 然后来看 但是如果你是体温计啊 我还 你寒着的时候 我还要这样子来看 我不是很辛苦吗 对不对 那个护士还要跟你嘴对嘴了 Kick下去了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设计一个结构 让它可以拿出来 温度降低了之后 它的这个 这个刻度呢 也不会往下掉 所以它会有一个缩口啊 挡住它 有点像是 这里收缩了之后 它也挡着它 让它不会下去 但是这个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样如果我不会下去的话 我要测量另外一个人怎么办 你就要甩 你就要用力甩 这边你要看一下使用的方法 使用前呢 要用力向下甩 它向下甩的用意呢 就是把上面的这个水银呢 给它往下推下去 所以它需要一定的外力呢 来过这个缩口 水银才会下去 所以为什么使用前 它要用力甩 你会看到每一次 护士呢 测量你的温度的时候 好像手冲筋这样子 一直在那里甩 甩了老半天 它其实甩了之后 它有看两下了 它一定要降低去 大概去到35 这样子它才可以给你使用 因为35是有点太低了 正常的人的温度 不会去到35 所以它甩到35 OK 它才给你使用了 OK 所以它不是手抽筋 因为这个体温计的用途 是必须要甩两下 那这个测量的范围来讲 体温计呢 是比较小的 它大概是35到42之间 前面有提到 我们的体温不会去超过42 你超过42 你就差不多 应该要进医院 差不多应该也是 拜拜了 OK 所以一般来讲 40度应该是已经非常高烧 41度 你已经是非常强了 42度不用看 马上进医院了 时热不多了 应该是 所以这个呢 为什么呢 它的范围就会涉及到42到35度左右 OK 当然这个常用的可能甚至是0度到100度 然后我们分分钟呢 有时候会去测量这个冰块融化的温度 爽爽又拿来测量这个飞水的温度 所以它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呢 精准度也没有这么高 这个是1度C 所以体温计的话呢 我们非常分秒必争 所以37.5就发烧 所以你37.4你就过关可以进去了 所以变成了它的最小刻度要去到0.1 对吗 我们要去到0.1要非常精准 37.5你就不能进去吃东西了 所以这个体温计呢 要非常精准 要精准度要去到0.1 当然digital的可能去到更高的精准度了 那外形来讲呢 因为它的内径很小 体温计的内径很小 所以它的这个 它要设计成三棱的这个柱形 它可有点像放大镜这样子 可以放大 不然的话你看不到 它太细了 看不太清楚 所以它整个设计呢 它就会做成三棱柱的形状 来让它有放大效果 让你看得清楚一点 不然太细了 你看不到 OK 所以这个缩口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 它是两个特点 就是说它可以离开被测的人体 然后呢才来读书 这样子的话 它就那个护士就不用跟你嘴对嘴 这样子 你来读 然后再来的就是它使用前 它必须要记得用力甩 让它可以降低去3.35 然后它才测量 OK 那这个 这一个呢就常常 会考你说 如果今天 我测了一个人38度 我又忘记甩 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它题目很常会出啊 我放了这个第一个人38度 我忘记甩 我放你也是38度 请问你的温度 有可能是多少 如果我忘记甩 意思是说呢 这个温度忘记回去啊 所以你测到38度啊 有可能你真的是38 也有可能你是少过38 可能多吗 不可能 如果是多的话呢 下面的这个呢 就会涨它上去 让它可以上 所以这个缩口啊 是防止它下降 没有办法防止它上升 你这样子理解啊 所以如果今天它忘记甩 第一个人38度 你也是38 代表说你可能是38 或以下 啊这样子的意思 OK 题目常常出 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 好几题都是这样子问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对 那么 行 啊 啊